百胃目的 对于长期卧床的病人 适当的百胃相当重要 不仅可以减少个案压疮的产生 也能使个案较为舒服地维持躺姿 百胃原则 1.两个小时换一次知识 2.避免个案的骨突处直接压在床上 正堂的百胃 1.让个案睡在一个适当高度的枕头上 使脸部平行床面 2.肩膀的部分 可以从个案的肩胛骨处将肩膀往前推一点 在肩膀后面放置小毛巾卷维持百胃 使耳垂和肩膀在同一水平线上 3.上肢的部分 只要平顺的放在身体两旁 掌心朝上或朝下接渴 4.下肢的部分 若膝盖很容易往外转的话 需要从大腿至小腿外侧 塞入一条长毛巾卷 使膝盖转向正上方 维持正确姿势 5.脚踝的部分 需要在小腿处放一条毛巾卷 使脚跟不会直接接触到床面 并在床板处放置未拆封的枕带尿布 将个案脚板从脚跟沿着尿布向下滑动 保持脚板垂直床面 并放置在毛巾卷上维持正确位置 避免催租 6.摆位好后 若要将个案的头部摇高 需要先将脚部摇高 才可以避免身体往下滑 侧躺的摆位 侧躺方式 以左侧躺为例 将个案翻身至左侧 首先照顾着面对个案 站在个案左边 并一脚前一脚后站 将个案左手沿着床面微微打开 右手放置肚子上 右脚弯曲踩在床上 照顾着将一手放在个案右边肩膀 一手放在个案右边骨盆 并用前手臂卡住个案的脚 避免歪斜 接着照顾着利用重心从前脚移到后脚的力量 将个案翻至左侧躺 将个案翻身到侧躺后 个案的肩膀及骨盆要在同一水平线上 维持双脚弯曲 维持双脚弯曲 若个案肩膀和骨盆无法维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时 将个案翻身平躺 重新调整身体位置 之后再翻身 接着要先在个案后方塞一条棉被卷 维持身体姿势 双脚中间放入一颗枕头 使双脚平行床面 避免两脚之间压力太大 最后在下方的脚的脚踝处 放一条毛巾卷 让脚踝微微悬空 避免骨突处直接接触床面 测躺角度的多寡 没有异性的规定 若个案原本是左测躺30度 那么下一个摆位 便可以测躺到右侧50度 只要摆位的位置有所改变即可 摆位好后 若要将个案的头部摇高 需要先将脚步摇高 才可以避免身体往下滑 以上示范 若你有任何问题 请询问你的物理治疗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